這邊看一下小房間有沒有什麼東西 我繞右邊好了 圈在右邊 誒誒誒誒誒誒 歡迎收看手機遊戲FreeFly我要活出去 我是NiaCJ 今天玩的是FreeFly的經典模式 沒有野配 我是單排 對 好 那今天想說嘗試一下 一整集沒有剪輯的經典模式 因為平常的經典模式我會剪個十分鐘的精華 就是把我收物資的一些 就片段給剪掉 因為收物資很無聊嘛 沒有對戰的畫面這樣 那我今天這一集就是一整集 從頭到尾我吃雞 的這個玩法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這場呢我選擇跳的是我的老家 所有東西都以老家為本 沒有啦 那這一場跳老家其實為的不是要龜喔 其實老家這個地方呢 除了龜之外還有另外一個很好用的用處 就是護甲升級箱 大家也知道老家旁邊通常會生一個護甲升級箱 那這遊戲呢我覺得除了塗裝 除了譬如說槍枝的選擇 除了抬槍 除了切近這些基本的槍法 拉牆壁這些槍法之外呢 我覺得額外重要的就是護甲升級箱 為什麼呢?因為其實你在一般的這個地區 你最多拿到的防彈衣是三級房 除非你打死敵人 他剛好身上有四級房 不然的話你就要去冒險 去藍圈裡面搶四級房 那萬一去藍圈搞不好沒有四級房怎麼辦呢 那就沒辦法嘛GG 所以呢 我們就必須靠自己來製作一個四級房 跟三級虧 像我們現在看到老家旁邊有一個護甲升級箱 我們先不要用喔 我們先去找防彈衣 然後再過來 去把它升級 而且老家這個地理位置其實說真的是比較不錯的 就是 呃 附近其實非常非常多的這個護甲升級箱 以及物資其實對於單人來講算是不錯的 注意!我是說單人為主啊 你如果是雙人或多人的話 我不建議跳老家這個區域 因為他這邊的物資呢 只夠一個人去使用 這邊我就先用護甲升級箱喔 我現在是一甲 直接升到兩甲 開場呢 就至少有一個兩甲或三甲 就算不錯了 就是你在跟人家拼槍的時候 至少扣的血不會那麼多 好 那麼這邊呢就先開個車喔 呃 好果然 我 我果然不適合開車 算了 我一開就卡住 欸 有一隻人 有一個人 OK倒 我為什麼會說老家這個地理位置 蠻不錯的 還有一個點就是因為他是在高處 對於我現在要走的這條路來講 他算是在高處 高打低其實有一定的優勢存在 對 而且你可以用高低差去躲敵人這樣子 OK 欸 超人八 欸不錯喔 開場就已經拿到兩把不錯用的槍 MP40跟超人八 再來我們先看一下樓上這個區域喔 這邊老家附近會升附甲升級箱的只有老家旁邊跟樓下這邊建築物的車庫門前以及後面等一下會給大家帶這邊這個車庫門前也會升只是這一場剛好沒有升喔 我跳這個地方是因為1234這邊附近的區域至少會升就是如果都有升的話至少會有四個護甲升級箱 你如果是一級防彈衣的話如果這四個地方都有升護甲升級箱你就可以一次升到二級三級四級對四級防彈衣甚至升級到五級防彈衣 五級防彈衣就是四級的那個甲黃色的圖式變成白色圖式那個叫五級防彈衣 那樣的狀態下的防彈衣呢基本上我記得留彈要炸兩發才會死吧 對 而且你如果拿一般的槍打好幾發基本上它還是會白甲不會耗損 然後等白甲破了之後呢就會變回四甲 四甲呢還是完整的耐久度 等於說呢我的防彈衣就可以用了非常久我就不用帶任何的就是不會破防彈衣的技能或者是寵物了 對 好像我們這邊右邊也那個車庫那邊門前也會升啊 只是這場剛好運氣又不好 目前我們已經兩個地方沒有升了 接下來我們就是看最後一個區域就是左上角這個山上的房子喔 山上的洋房通常會升一個 我們看一下這一場運氣會不會是非常差 這邊完全沒有護甲升級箱的狀態呢 運氣好的話四邊都會是啊 三個地方沒有升 等於說我跳這個地方有四個護甲升級箱 呃四個升城地點嘛 欸這邊有一個 他在打誰啊 他可不可以在打車子吧 沒有啊沒看到人欸 算了我先填爆好了 等於說我這邊也算沒有 運氣沒有差到太慘啦 四個 升護甲升級箱的區域至少升了一個 四分之一的機率嘛 也還算可以啦喔 所以這邊至少我有一個二級房 在開場的狀態下拼槍就比較沒有那麼劣勢了 好這邊山上沒有看到敵人喔 我們就直接開始 開始搜吧 對啊這沒有人啊 他到底在打誰啊 這邊也沒有車子啊 難不得他以為 他聽到腳步聲以為我在那個方向 不對啊 那這個 這個 這個敵人的那個 聽聲變位 是不是怪怪的啊 還是說他耳機 聲音是相反啊 好啦我這邊側山上都沒有人啊 我在空地跳了那麼久 照理來講應該會打我 這邊就先回山上好了 好無人炸機 看一下有沒有敵人 欸有 右邊一隻左邊一隻 這應該可以利用柵欄跳射把他擠殺掉 欸有看到了 一發 兩發 解決 好還有一隻是在 右上角山上喔 大家看看能不能去找他殺一波啦 對戰一波 還在嗎 欸還在 在那個方向 我們先上去好了 欸有他好像在打我 在哪裡啊 該不會在那個圍牆後面吧 欸沒有啊他滑板過來啊 一發 他大殘 哇 卡住 他應該在一發就掛了 欸有有有在這裡 嘿 嘿嘿 OK 被騙槍了 看一下喔 我閃爛槍子彈好像太多了 丟一下 給你鍋 然後 呼吸器 可以 還有什麼東西嗎 這個丟掉好了 OK 欸 呃這個放 呃 算了不要放好了 呵呵 因為我沒有地雷 欸唷這樣也會損起來啊 等一下喔 我這邊放一個 然後 我想一下一下要去哪裡喔 現在 嗯 啊順便舔一下這個包 啊 這包也舔完了嘛 那不然就先跑圈好了 看要去哪裡 現在有護甲升級箱的地方 我印象中有記起來的是 呃中塔 中塔裡面 樓梯下有一個 然後中塔旁邊的 水道 就是那個 那個算水道嗎 就是不是河喔 是水道 有石頭的 那個 那個應該算是 嗯 水壩嗎 小型水壩 它那邊也會 通常會生兩個護甲升級箱 一個是生在水上 一個是生在橋上 對 我們先來B大街看一下喔 欸 應該是沒有人 都被收過啦 B大街有人跳 通常跳B大街會殺比較多人 因為B大街比較多嘛 可是 我們這場 給大家驗證一下喔 我們跳老家嘛 人數比較少的地區嘛 我們一樣可以殺很多人 其實 這個主要是要看那個啦 你運氣好不好 就是有沒有遇到敵人 有時候真的是運氣好到不得了 完全沒有遇到半個敵人 到最後才遇到敵人 你知道嗎 沒有 欸有人 哇 眼殘沒看到 彈 好 好 整個包 好 不想指彈夠了喔 300多發 喔對喔 我不想指彈為什麼能帶那麼多 之前有觀眾有問阿 我有帶技能阿 帕洛瑪的技能 欸發總共有180發的子彈是不佔容量 只有120發的子彈佔容量 等於說 其實對於背包來講 我的子彈 不想指彈 一共只帶了120發 但實際上我是300發這樣 對 這個技能其實我覺得不錯用 可以讓我帶很多的子彈 至於我為什麼要帶那麼多子彈呢 其實是 最主要是因為現在凝膠嘛 凝膠大家都很愛用對不對 那我其實滿討厭出凝膠這個東西的 但是 沒辦法 既然官方出了嘛 我們就要想到一個破凝膠的方式 那破凝膠大家也知道需要耗費的子彈是比較多的對不對 就是 你要打很多發凝膠才會爆 那這樣子的狀態下 萬一我的子彈通通打到敵人的凝膠 然後又來了第二個敵人在遠處 我不想子彈都沒有了 那我們就GG了嘛 所以呢 我差不多算過 300發呢 足夠打大概 兩三個人的凝膠 如果一個人的凝膠平均是 五個的話 差不多15個凝膠 應該是可以打完 對 300發應該是夠 15個凝膠 對 差不多 一個凝膠大概打10發左右嘛 對不對 那15個凝膠大概打150發 差不多 150發 啊有150發打人嘛 對不對 還有砲槍嘛 差不多 應該差不多是這樣啦 還是20發啦 反正差不多 差不多300發可以打 三個人的凝膠啦 所以我覺得 子彈帶多真的是比較重要 尤其是不講子彈啊 因為破凝膠通常都是遠距離在破嘛 或中距離 通常很少近距離在破凝膠啊 近距離大家 都是直接繞凝膠 直接散彈或MP40一個對槍嘛 對不對 通常應該是這樣 好我們現在去那個 山上那個 山上那個 大房子 場面通常會生一個布甲攝影箱 剛剛水道那邊有生一個嘛 然後水道那邊 我剛剛 我剛剛去的那個水道 就是我說的那個水道啦 就是小型的那個水壩 他那附近有一個橋 通常也會生 欸這邊有一個敵人 對吧 還是 不是幼兒手機 是敵人 無人炸機掃到了 這邊有布甲攝影箱 沒敵人 我跟你們講 他現在這個 在開箱這個是 幼兒手榴彈 但是他實際上樓上有一個敵人喔 因為無人偵察機 是掃不到那個 幼兒手榴彈的 他只會顯示真人 所以這個人應該在樓上 有聽到腳步聲 但是沒炸到 我猜應該在最左邊的房間 或最右邊的房間喔 要嘛在 這個房間 這樓上的房間 要嘛在 左邊那邊樓上的房間這樣 欸我看到了 我看到一個頭 那個頭好像是 幼兒手榴彈 那個頭 不過這邊還是要 我覺得還是要檢查仔細一點 我不想要直接衝進去跟他打 這樣耗血的那個 機率比較高喔 我們打一個穩穩的 穩穩的對戰就好了 不要一個 不動腦的亂衝這樣 我們打一個 穩一點 我猜應該在左邊啦 我猜的啦 我們直接跳左邊好了 這邊可以直接跳這邊窗戶 欸這邊 皮底鍋 這皮底鍋真的是 哇等一下 OK 欸手榴彈 等一下等一下 哇這手榴彈 好陰險喔 欸 哇 哇塞他真的是 他那個手榴彈 丟的很專業 丟的很專業 哇塞 我剛剛以為他 要炸死自己 結果沒有他瞬間跑掉 好這邊 四級防彈一 OK 這樣應該可以吧 看一下有什麼 沒什麼東西了 看有什麼東西要丟的 沒有東西要丟 我先修一下甲 好我們現在有四甲了 好 這邊看一下小房間有沒有什麼東西 我繞右邊好了 圈在右邊 欸欸欸欸有人 嚇死我 嚇死我 欸這個 完全沒有聲音欸 他直接蹲著過來欸 好好好險我反應快 一個瞬間轉角遇到愛 一個瞬間轉角 散彈槍爆頭 他 他 估計他也被我嚇到了 他應該也被我嚇到了 呵呵呵 不好意思嚇到你了 是你先嚇到我的啊 所以我們互相嚇一下啊 很公平嘛對不對 你嚇我一下 我嚇你一下啊 非常公平 好啦 還剩八個敵人喔 我們現在已經殺了八個了 看他這場都被突破十殺了 這場是 主要都在找不甲聲音箱啊 打一個比較穩的 打法 你看打得穩的打法 基本上也快十殺了 看一下喔 因為其實我一直覺得啊 吃雞類型的遊戲 不管是PGN啊 FREBY啊 還是 什麼荒野行動啊 這邊有一個 在哪裡啊 還是其他吃雞類型遊戲啊 都不會就是 改變一個原則 就是說 不管你今天幾殺 比如說你今天零殺 一殺兩殺三殺 你活到最後你就是冠軍 你就吃雞了 對不對 欸這邊有一顆地人 樓上會不會有人啊 看一下 丟個手油彈好了 檢查一下 保險起見 還沒丟好 左邊那顆沒丟好 但右邊的至少丟到 右邊有人的機率比較低啊 檢查一下 沒有 應該是沒有 對沒有 好換左邊了 看一下喔 就是 就是不會 就譬如說 你可能十幾殺 二十幾殺 可是你第二名 你被 你最後被殺死了 你有沒有吃雞 這邊有一個 滑翔翼啊 打不到了 你第二名 可是你殺二十幾殺 三十幾殺 就算你 好啦就算你 整場殺四十六個 四十六殺好了 可是你第二名 那請問一下你吃雞了沒 系統會算你 會覺得說你好棒棒 你好厲害 然後給你吃雞給你冠軍 不會嘛 你還是第二名嘛對不對 對啊你死掉了嘛 就你殺了四十六個人 一場是四十八個人嘛 去掉你剩四十七個人嘛 然後你殺了四十六個 最後一個把你殺掉 你還是沒吃雞啊對不對 所以 這類型的遊戲 大家記得記得 不要讓自己的那個 沒有耐性啊 去影響自己的那個 就是 玩遊戲的 那個 怎麼講 戰術跟 智商 也不是刺商啊 應該說是思考 不要用這個 意氣用事啊 有沒有聽過意氣用事 有沒有 游泳無謀 後面有一個 我們要當一個游泳有謀的人啊 游泳無謀的人 游泳無謀的人 通常落地成河 機率很高啊 因為像 平常我挑逼大階級 落地成河的機率也是蠻高的 對 因為逼大階級 喔這傷害好低喔 各位術 逼大階級人太多 萬一你運氣不好 撿不到槍你也是死 就算你再衝也沒有用 你技術再好也沒有用 給你一把USP 四個人拿MP40對戰 你對得贏嗎 如果這四個人都是 正常的玩家 不是新手 我跟你講我絕對不贏 只要他們是新手 我就有機會對得贏 可是他們如果是 FreeFile的一般老手玩家 不用說太強 只要有一點觀念 他們四個都拿MP40 一定打得贏我 呵呵 除非我有機率讓他們三個 打一個MP40 然後我去撿那個 死掉的MP40了 對 那我才有機會 對 所以這還是要 衝歸一句還是要用腦袋 用腦袋去玩遊戲 去思考戰士 這邊架凝膠 我等他出來 不用運衝阿 雖然有滑板 雖然可以帥一波 可以秀操作 但我覺得那不重要 秀操作不等於強阿 看的是勝率阿 比如說打十場可以吃幾場機 目前我最高勝率的話 打十場可以吃三 呃可以吃三場機阿 最高 就是 呃 這一新手場也不是 也不是電腦場 大家記得不是電腦場 這邊這個 怎麼打不到阿 等於說可能有戰隊玩家的情況下阿 齁十場內我至少可以吃三場機 齁 最少 呃不是最少阿 就是最高 30到40%的勝率 那團隊突擊 欸這邊 團隊突擊的話我勝率是50%啦 一半一半 欸這邊 好 打兩場會贏一場 這樣 OK 我們現在剩最後兩個敵人 各位看到了沒有 已經死殺了喔 對不對 而且我這場從來 基本上沒有停下來 除了舔包阿 所以大家如果 觀眾有遇到那種 就是 抹黑我的阿 那邊說什麼 我都只會龜阿 都一直龜 打得很不衝阿 打得很龜有沒有 欸可以 你們可以去跟他講一下 這已經不是很龜了 你看我現在只有 我現在在觀察敵人 就最後我觀察敵人的位置 我現在根本不知道敵人的位置 亂衝那個叫做無腦 那個 那個叫自殺 除非敵人全部新手阿 我看很多那個 很多人都遇到新手 然後到處衝來衝去 殺完殺 殺來殺去 是蠻爽的啦 但是我覺得 殺新手沒有成就感你知道嗎 所以我這邊我不確定 對方是不是新手 但我一律把他們 當作高手來對待喔 當作高手來打 就是不要 看不起你的敵人阿 看不起你的敵人就是害你自己阿 所以我這邊 欸看到左邊有一隻 穩穩的打 好剩一隻 一打一 這邊可以衝了 直接站一個點 站中間點 圈縮正中間阿 我猜這個敵人在房子區 一定在右邊這邊 我聽到腳步聲了 欸沒架到 欸 等一下 哇殘血 沒有關係我把他堵在圈壞 凝膠夠多 還有後面 欸 直接 有沒有一個穩一波 我現在我剛剛雖然說 欸這聲音怎麼不見了 我剛剛雖然說被打到殘血有沒有 但我凝膠夠嘛 因為我剛剛其實收了蠻多凝膠 然後再架凝膠 不要跟他正面平常穩一波 把他堵在圈外 最後呢在他圈外殘血的狀態下 我再用A87把它收掉 直接12殺吃青 非常的簡單 有驚無險 除了那個轉角遇到 還太可怕了 好啦我平日晚上六點發片 接下來是早上九點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經典模式 記得一定要留下喜歡跟 呃留言 然後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看到我就會繼續拍 經典模式 那因為大家都只喜歡看團隊圖襲阿 所以拍比較多團隊圖襲 當大家喜歡看經典模式的時候 我就會PO多一點的經典模式 好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各位 掰掰 大家忘記視力的 有很榮定 有很多感じ 爽